更多有声读 请在微信 L-A-N-C-E-9-1-1-3 演播 此今 明朝败家子第193章 邪不压正 见李超文败下 所有人都惊呆了 新建博大家自然知道是谁 这不就是自己的诗书吗 可问题就在于 就算诗书来了 行一个道理也就行了 何必要贵呀 何况 李超文二斤 使山鸡变了凤凰 甚至 这一次极有可能一飞冲天 视为真人 这真人乃是二品到位呀 便是大明开国时 原本的正一道天师 也一概叫做真人 那还是红武超时 天师张宇初 来朝觐见大明太祖高皇帝 宦官介绍张宇初为真人事 太高祖皇帝大赫 天旗有师父 改号真人 于是呢 龙虎山的天师府 曾一度改为真人府 而士席的天师 也一概自称为真人 直到后来 太祖高皇帝之后 大家才重新称之为天师 可即便是张天师 其实也只是真人的封号吧 大明所赐的真人 不过七八个 少之又少 李朝文若成了李真人 一个新建博 未必惧吧 可是来的人还不是师叔 而是一个方家奴婆 看邓剑 那藏在缩衣之下 一身轻衣 这分明就是个下人 并为什么重要的人 可面对这么一个人 李朝文跪下 脸上表现得 尤为虔诚和恭敬 完全没有方才 跟大家交谈时的 那般从容和淡定 方家里的一条狗 他都表现得如此 逼宫逼近 这令众人很吃惊 甚至都是巨睁大眼睛 凝视着他 完全都是一副 不可思议的神色 可李朝文此刻 他心里知道 也很清楚 自己的一切 是谁给的 他也有自知之明 师叔能借自己 弄死张朝仙 也就能捏捏手指头 弄死自己 师叔的阴影 给他一种 吐不过气的感觉 而今 他成了呼风唤雨的道人 未来 还极有可能 赤风为真人 接替张朝仙 成为龙泉观的主宰 甚至将来 他会有许多徒子徒孙 可他比谁都明白 在师叔面前 自己什么都不是了 能预知天命的人 是师叔 他成就了自己 想要维持自己的今日 他就得对师叔 表现出十二万分的敬意 至于别人的目光 很重要吗 似乎很重要 可他并不在乎 在乎个屁啊 没有师叔 自己现在还流落街头 生死未知了 他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连瞪剑都吓了一跳 可这下着雨呢 地上全是泥泞 这一跪 方才还体面的李超文 转瞬之间 变成泥人了 整个人都是很狼狈 可李超文却似乎一点也不在乎 而是毕恭毕敬地说 小道 恭听师叔教诲 雨水打漏在他的身上 他浑然不知 一副甘之若夷的样子 见到恭敬的李超文 邓剑反而显得心窃起来 心说 这人也得了脑气吧 藏在苏衣下面的眉头皱了皱 下一刻 不禁善善开口说 少爷说 大旱这么久 龙泉棍的庄子至今没有开干 而今一到年中 种植其他粮食 怕是来不及了 从今日起 所有庄户都必须种植 西山的老身 谁敢不从 便立即收回 租种出去的土地 身后的道人们哗然 什么千年老身 没听说过呀 简直就是胡闹啊 田庄 乃是龙泉棍最大的裁员 虽然龙泉棍是多种精英 可如今 最大象的铠植 却不是开玩笑的 怎么能贸然种植其他作物呢 而且还是闻所未闻的作物 现在趁着油与水 还不得赶紧抢着种粮 到了年末 或许还能收点粮食 要是这般折腾 可怎么得了啊 折腾事 当然不能轻易答应 会出事的 若是答应了 会毁了龙泉棍一种人 因此 中道人居都是正大眼眸 凝视着 跪在地面的雷朝文 期待他拒绝这样无礼的要求 而李朝文却没有丝毫犹豫 而是郑重其事地说 小道受教 请回禀师叔 此乃小事 师叔既有吩咐 小道 吾不应命 他 答应了 众道人很是惊恐 困惑地看着李朝文 嘴角微微哆嗦着 就这么答应了 李朝文却没有理会众人目光 而是站起来 笑吟吟地恭送邓箭 慢走啊 雨天 小心露火 邓箭起码飞快回去复命 李朝文一转身 便看到无数瞠目结舌的道人 方才他还一副老实八交恭敬的模样 可他一转身的功夫 却又恢复眼高于顶的傲然 张朝仙这个人 众道人一听到张朝仙 又不禁竖起耳朵 李朝文眼眸轻轻一眯 凝望道观 嘴角不禁扯出一抹冷笑 随即便轻描淡写地说 吴会将他的罪行 通报田师府与道路司 你们要引以为戒 这鱼史中的众道人 个个心中咯噔了一下 他们相信 张朝仙彻底地完了 一个刚刚呼风唤雨 为朝廷解决天大麻烦的道人 道路司那里 怕也早就将他当作爹一样供奉着 至于龙虎山的天师府 此次情语 是正义道声名远播 也必定对李朝文是有求必应 龙泉冠之内 除了师尊之外 当李朝文者死 张朝仙陈老狗 就是下场 众人一领 原本还有人想劝说一句 那什么老身实在可疑 还是要谨慎为好 或者先开辟几十亩 先施重一下 而且租户庄客那 也未必肯同意 可现在 那想要劝说的人 早就将这些话 统统担在肚子里了 众人纷纷做欢呼雀跃装 师兄正本惊圆 除了张朝仙这老狗 还我们龙泉冠一个公道 李朝文打了打身上的泥 轻描淡写的 扫了诸道人一眼 微微一笑说 这是当然 毕竟邪不压正 天晴了 连续几日的好雨 差一点泛滥成灾 吓得诸侯照 有一种收拾行囊 跑路的冲动 等雨停了 才常常松了口气 倘若好不容易 求来的雨 结果却成水淹惊湿 这就恨不妙了 今日却是大日子 殿逝之后 新科状元殿逝清点之后 便要由吏部 吏部官员 捧着圣旨明罗开道 而我们的状元公 欧阳志则身穿红袍 冒插公花 骑着高头骏马 在黄承玉街上走过 接受万民朝贺 因他奉有皇上旨意 无论什么官员 得知跨官都必须跪颖 向圣旨磕头 高呼万岁 欧阳志坐在高头大马上 激动得热泪银眶 前头铜锣开道 此后打着一甲第一名 千秋恩荣之类的牌子 欧阳志想到当年 自己成亲的时候 也是这般高头大马 也是这般豪气甘云 往来之人无不成信 过往的官吏 纷纷跪拜在玉道旁边 而他招摇过世 此等荣耀绝无仅有啊 若非恩师 自己何至有今日啊 一时间 欧阳志处境生情 看着那遇到不远处 巍峨的紫禁城城墙 和中古楼 激动得善然泪下 紧接着便是宫中设宴 宴请兴科进士 这宴请 其实就是走个行驶而已 很多时候 皇帝只是来一早 接着便走了 谁愿意给您吃饭来着 可洪志皇帝兴趣盎然 领着内阁大学士们 致进身殿 坐定 众进士 起身行礼 洪志皇帝 环视众人一眼 便笑吟吟的 开口说着 都平身嘛 清等都是动量 不必夺礼 众人坐下 欧阳志 唐吟 刘文善 因名列一家 所以坐在最守的位置 洪志皇帝 那威严的目光 落在欧阳志身上 相比于其他人的激动 欧阳志的沉稳 给了他极深刻的印象 这个青年人 真是罕见 竟如此沉稳 洪志皇帝心中感慨着 下一刻便笑吟吟的开口 欧阳请假 安静 过了一会儿 欧阳志才慢慢拍的说 陈在 洪志皇帝忍不住 排着大腿叫好 真真是身藏不露 此人有大将之风 说话老称持重不说 朕唤他时 他面色不改 这般不济不躁 真是古之贤臣的风范 方济帆 教徒有方 真是好啊 洪志皇帝 很是满意 连连点头 面容里透着笑意 轻微状元 朕在此设宴 竟为何不见喜色呀 欧阳志又顿了一下 才徐徐开口回答说 臣不会因为 酒肉而喜 洪志皇帝眼睛发亮 面容里透着色彩 此言甚得地心 他挑眉 饶有兴致地 追问欧阳志 那么 请为何而喜呀 欧阳志顿了片刻 目中没有一丁点波动 说实话 这样的人 倘若放在后世 这家关键精神病院 也没啥夸张的 可偏偏 在这里 在今日这场合 和其他精血 醋恶 惶恐的人相比 就极难得了 欧阳志想了想 便如实回答 恩福喜 臣则喜 恩福不喜 臣惶惶不可终日 洪志皇帝又是一了 这个回答 真是出乎他的意料 令他很是诧异 随即目光与一侧的 刘剑对视 他能感受到 刘剑目光中的欣赏 而洪志皇帝 也是欣赏到了极点 恩福高兴 他就高兴了 恩福不高兴 他便惶惶如丧家犬 这是什么呀 这是尊师重道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明朝败家子》 作者上山打老虎 演播此经